欢迎收看2月11号的百根物包 社交媒体日前疯传一组照片 同时写道 罗里斯基因为无法满足官员所会要求 而被指示脱去衣物 身上只剩下内裤 对于这项指控 陆路交通局已经发文告澄清 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 该据表示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2015年5月 当时有四名执法人员 在阿陵路至肯义虎一带巡逻 却发现三辆罗里停在路间阻碍交通 在上前查探之下发现 原来罗里斯基在附近的山上洗澡 并把衣物留在山上 才有了民众看到的那几张照片 该据强调 当时罗里斯基们就已经没有穿衣裤 所以因为害羞被人看到 才会蹲坐在许诺车后方 事后还向执法官员道歉 并承诺不会重犯 因此陆路交通局促请民众 不要再散播并分享假消息 换个焦点 你还记得新山彩虹花园 有战命案的新闻吗 根据早前警方所查获的结果 证实该案与毒品交易及帮派活动有关 因此柔州警方在取得线索后 展开雷霆扫黑行动 我们已经确认了 90%几个人 相当于100% 相当于10%几个人 相当于3、6%几个人 所以我们已经行动 相当于190%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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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已经行动中几个人 35人 35人 yang dikatakan 相当于3、6%几个人 所以35人 也就是34人 1人 人 他们全部都是 家庭 35名黑帮成员 今天被邀往新山法庭 由于人数众多 警方不但花了大约40分钟 提控众人 更是出动十多名 核枪实弹的特警 到场驻守 以防万一 案件将在3月12号过堂 另外 柔州总警长 莫浩默卡里尔强调 这宗命案已经破案 但是警方将继续逮捕 剩余党域 包括还在躲藏或逃至外国的党域 至于落网党徒 已经被警方扣留长达 28天进行调查 最后来看体育新闻 在吉打进行的亚洲羽球团体赛 兼汤优杯入选赛 大马男团已经成功拿到 5月的汤杯决赛圈资格 因此在昨天队累中国的半决赛中 大马收起了一哥李宗伟 以年轻男单阵容应战 第一场上阵的是李子佳 他直落两局败给中国十语期 虽然第二场的双位组合 将比分拉成1比1 但接着的第二男单和第二男双都败阵 最终以1比3败倍止步四强 今天的五报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